再來的話呢,如果我要把那個汽車,假設吧,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舉那個剛剛講到就是開放資料裡面,你就搜尋一下 搜尋什麼呢?搜尋那個就是竊道 第一個好像就是那個汽車竊道這個,台北市的汽車竊道 然後呢,他更新時間是,你會看更新時間13,剛好是這個昨天的晚上6點多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還蠻認真的,剛好這個印象中這個台北市警察大隊是不是在旁邊啊? 好像是旁邊那一間的樣子 OK,因為我記得好像我有蠻多學生是在那邊上班的 因為學那個VBA,學Python,其實很多都是刑事警察局的 像上次好像遇到有一個學那個VBA的進階的一個學員 他有地名片給我,就是好像這個單位的 因為他們對於這方面的技術,其實是需求還蠻大的 為什麼?因為治安要變好了,其實統計分析能力要很強 不然怎麼知道小偷在哪裡 對,OK 所以這個呢,順便說明一下 然後,當然我們點擊之後的話,第一步就先把它下載 有沒有 但是後面的練習我們就不下載了 為什麼?因為後面的,後面有一個練習就是直接爬蟲 我們現在先不做爬蟲,我們按部就班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不是爬蟲 我把那個點擊之後的話,在下面 這邊就有一個 當然你開起來之後的話 它預設是那個BIG5 所以其實打開應該不會是亂碼 可是如果UTL8記得喔,如果你假設UTL8 你用Excel開的話一定是亂碼 所以呢,假如你是亂碼的話呢 那記得啦,有個方法,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按右鍵喔,開啟的時候呢,你可以用 記事本來開,然後另存新檔的時候有沒有,記得喔 它BIG5就是ANSI,對不對 那如果它原來是UTL8,用Excel開是亂碼 那你可以怎麼樣,另存新檔的時候 只要把它存成ANSI 再用Excel來開啟,就不會是亂碼了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假如因為它已經是ANSI,不是亂碼 那我們就直接可以把這個資料讀進來 那所以下載完之後,那我放在哪裡 我放在這個路径,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的話呢,當然我們建的資料庫 資料庫我原來是放Cursor01.db 不過一個資料庫可以放非常多的資料表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放裡面每個 或者你想說,老師我不要放這裡面 我要放別,也可以啦 這個都兩可 那我們還是放裡面好了,不要那麼複雜 這個我們就不改了 第二個的話呢,我們把那個Drove跟Create 這個後面的名字,本來要Member01對不對 把它改一下,叫Car01 也許叫,汽車叫Car,OK 或者,那 比較簡單,OK 然後再來的話呢,因為它欄位數剛好一樣 而且D一個剛好也是編號,所以我們就不改了 ABCDE,就照這樣的方式 然後再來的話就路径 那路径的部分我是建議,如果要避免錯誤 建議你不要自己打,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用複製的 那複製的絕對不會錯,不過你要記得喔 那個路径一定要有反斜線 這個可能不能插個反斜線 就是,第一個呢,先 複製什麼,上方的這個,它的資料夾 貼到哪裡呢?貼到它的這個C前面這裡 有沒有,然後記得留下反斜線喔 後面一定要反斜線 那再來後面這個地方喔 再來就是它的那個檔名 那檔名我也是建議你複製 那複製的話你可以重新命名 或者是點它一下啦,點它兩下 然後呢,包含負檔名喔 可是如果假如你沒有負檔,負檔名顯示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在檢視裡面喔 把這個負檔名這個選項喔 記得打勾一下 它負檔名才會出現喔 預設是不會出現啦 所以我是建議喔,你們可以 把負檔名打開一下喔 然後呢,你在選的時候呢 記得把那個負檔名一起,一起把它選起來 OK,如果沒有的話啦 你可能要自己補一下負檔名喔 不然的話 將來你在找那個路徑的話會出錯 把它貼上 好,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大概 OK 那再來的話,路徑部分喔 因為這個路徑 其實反斜線是拖一字圓 所以理論上是要兩個反斜線 那為了說不要每個都兩個反斜線 所以簡單的做法 在那個 你的這個C嗎 然後就四串前面加個小R 小R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的反斜線喔 那我就一律把一個變成兩個了 預設就是說呢 本來應該是要改後面的反斜線變兩個 但是我加個小R的話 它讓它知道說 後面其實反斜線都是拖一字圓 所以呢,你後面就不需要再加了 然後這個可能要特別小 加一個小R 然後 encoding的部分 因為它不是UT8 所以這個的話呢 把它拿掉 好,那其他改 其實沒改幾個地方喔 就一、二 這個沒改 它只要改路徑 然後那個encoding改 把它拿掉 然後其他應該這個不用了 因為它切完的話 理論上 還有 這個地方 我strip本來是有換行 可是它是不是有換行 我不確定 那不確定的話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先讓它print一下 可以讓它看一下 print這個 這個 list2裡面呢 到底有沒有多出來的 這個換行 看起來好像沒有耶 有沒有 所以呢,理論上 沒有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多這個 這個 strip 的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可能要把它拿掉 好,那切割的話 一樣它裡面 還是以 豆點分隔 所以呢,還是 spread還是豆點 所以這個地方 就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把那個 那個 strip 換行 拿掉 然後剩下來後面部分的話 insert into 這個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car 有沒有 然後寫入到那個 資料表 然後value的話 就五個欄位 後面的話就是 list0 到list4 然後 exque 不過我是建議 你exque之前 最好先print一下 就是把那個 那個 SQL string 先print一下 這個的話先不要執行 因為exque 這個什麼 cursor.exque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把那個指令 先丟給資料庫 那通常很有可能是錯誤的 所以如果錯誤就 所以我的習慣是 在確定新增之前 我先print一下 看看說這個語法到底是否正確 看一下 編號 OK 編號前後 前後 前後有單引號 我看一下 其實有加沒加 其實理論上應該都沒有關係 那有可能是說他來源的資料 他就是一個字串 OK 所以他編號是裡面是放字串 但是我們這邊是integer 可能會寫入失敗 OK 可能啦 有沒有這個裡面有沒有前後有單引號 也就是他 其實他來的資料裡面應該是放文字 但是如果你把它寫到裡面去 理論上是寫不進去 不過後來我有試過 Sequel Lite它有那個防呆 不是應該說兼容 就是如果你放的是文字 要丟到數字裡面去 理論上是會發生錯誤 但是Sequel Lite好像還蠻人性化的 它會自己幫你把文字自動轉成 數字之後再丟進去 然後不發生錯誤 所以其實Sequel Lite好像還 有點像Sequel一樣 比較那個 我印象中是這樣 不過等一下執行看看 當然如果比較保險 把這個integer改成test 這樣會比較保險 可是就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將來如果你要排序的時候 那如果假設你 如果是數字排序 它會一直 一二三一直往下 照編號 可是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它就變成什麼 一再來就是十 有沒有 就是按照一開頭的 再二開頭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不按照順序 它按照前面開頭 它把它當文字看待 那就出錯了 所以其實它會相容 所以也許暫時我們先這樣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汽車切到 這個是應該它的類別吧 然後它的發生時間 然後它的時段 然後哪一條路上 好像後面只有多這個 所以剛剛那個strip 其實不能拿掉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補一下 後面它有那個換 所以這邊再把那個 點這個strip 剛剛把它拿掉 那現在的話 再把它補回去好了 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有那個 反斜線n 是多餘的 我把它拿掉 OK 那理論上應該看起來 這個 這個 sicle的語法 看起來好像就 這個 這一行應該把它註解掉 print this 然後print這個 有了 OK insert into 對 這個應該就數字了 然後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看起來應該是 沒什麼錯了 然後 總共有 1 2 3 4 5 欄 好 那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怎樣 就是把資料寫到裡面去 所以我大概原則上 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我是改這個 名稱 三個地方 第二個的話 我大概改路徑 然後編碼方式 看有沒有 第三個的話 這個本來改掉 後來把它保留 其他都沒動 大概就這樣而已 最後呢 再把它執行 執行什麼 這個把它註解掉 print這個 然後把上面這個 execute 有沒有 cursor.execute 這一行是關鍵 意思就是真正寫進去了 我們來確定有沒有寫進去呢 ok 好 那好像沒有錯誤訊息 那表示呢 已經寫到資料庫了 那再來當然我就是在把什麼 上個禮拜的那個查詢 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 查詢部分的話 那我就把它另存 存成 也許 存成那個 就是 汽車的借到查詢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這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寫入部分 改一下 改成那個 汽車竊道寫入的那個 列席